西洋大人 每天告訴你好天氣 歡迎收看朋友好 我是彭啟明 今天還是維持西南風的天氣型態 南部還是有海陸風還有西南風交會 早晚還有午後的鎮雨發展 那中部以北受西南風的影響 越往北部溫度越高 然後預計中午的高溫有機會到36-37度 台北盆地有機會到37-38度 很有機會突破38度 那今天外出務必要防曬防中暑 那明天周三到周五 西南風逐步的增強 水氣也顯著著增多 直接影響到中南部 然後預期降雨的範圍 持續的時間還有強度 會比這兩天來的多 也會伴隨閃電雷擊 中部以北也有午後雷震雨發生的機會 提醒你要留意這個轉變 戶外活動要留意雨勢 那八位颱風呢 在過去這兩天走得很慢 呃成文長為中度颱風 入境也受到太平洋高壓 東退往西又往北 目前呢中心距離台灣東北方 大約是570公里的海面 大約在這個上海東方海面300多公里 持續往北前進 預期呢將進入南海後 呃會快速的往渤海灣附近 往北韓方向前進 速度會增快 呃登陸北韓的時間點呢 可能落在這周四 這兩天呢北上過程當中 還是持續的增強 有機會是接近於強台的中度颱風 呃很有可能對南北韓各地 都會有顯著的風雨 接下來呢會往中國東北方向前進 那台灣的天氣呢不再受到八威颱風的影響 呃但是到這個周末之後 較強的西南風還有潮濕的水氣將會減弱 又再度回到這個西南風的天氣 也會有一個空檔 那周末的天氣呢應該會還算不錯啦 至少不會像目前西南風這麼的顯著 那周末呢也要關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還是有機會低壓發展 不排除下周也有颱風北上的機會 那現在呢還沒有看到有擾動發展啦 還是模式預測裡面的低壓 在電腦裡面 呃現在說還太早啦 但是周末可能又有颱風深沉 離台灣還有一段距離啦 不是說周末會清洗台灣喔 那上周進入習俗上的農曆七月之後 如果您在市區呢 都可以感受到各地都在祭拜 燒香燒紙錢 也讓局部的空氣污染 空氣都有一些濃厚的這個味道啦 尤其是配合上近幾年這個颱風巧合的 不來台灣 也讓大家對農曆七月有很高度的敬畏還有迷信 其實在佛法中的農曆七月 跟我們的中元節的習俗 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但是藉由一住清香還有禁果 感恩天地的慈悲 也表達對於好兄弟或是輪迴中的至親 也是一種祈福 所以也建議你呢 心意最重要 雙手合十 敬天愛地 在現代社會呢 不需要太鋪張浪費 或是燒得過多 煙霧瀰漫 讓環境呢 產生一種壓力 以上氣象由天力風險 彭其名提供 沒什麼 有多重的 無法依靜 無法依靠 也不有 不需要 你 有多重的 有多重的 是 你 你 有多重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